- 大家好,我是Sophia - 約了我! 我是蘇琳,我是蘇菲 其實我想說這個是一個大言論,我還沒想好我叫什麼名字 因為她是蘇菲,然後我不知道我怎樣介紹自己 你知道教過我們也很煩嗎? 我只是這次拍攝已經問了蘇琳三次 她突然說我忘了是蘇菲還是蘇菲 所以我說蘇菲是鬼妹仔 我覺得可以是大小,大小的意思是形容身形 你這樣?好漂亮! 我們結束了,姐姐 你應該說是結束了,你不用那麼瞇瞇 可以是小粒蘇菲和大粒蘇菲 我知道,你有很多雙形,但有很多形容的 都可能她是大蘇菲還是小蘇菲 怕不怕,姐姐 我是不明白為何在她自己的口中說出來 Hello,大家好,今天我請了兩個很漂亮的女生來跟我拍片 一個是蘇菲 一個是佩南姐 所以我今天壓力很大 我已經快了三個小時才出門 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 女生最討厭另一半的回應 我很喜歡這個題目,真的 謝謝 不是啊,可以發示一下 簡直是 OK 我要延續上一條Bitch 繼續延續 你也單身 你有什麼回應? 喂,我不是沒有拍拖的嘛 是嗎? 是不是有什麼透露啊,蘇菲 沒有 我是 歡迎 我是有拍過拖的嘛,姐姐 我也不是 她是 你是什麼? 你還記得嗎? 我不是笑嗎? 不要笑 不要走啊 我走才沒有試過 不要生氣了 我現在寫下了一些想讓你們選擇的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男朋友也有得選擇 好嗎? 漂亮 你呢 第一個就是 嗯 嗯 嗯,就這樣 你會不會覺得生氣呢? 生氣 我覺得 不給反應比較壞 我會假生氣 我會說 為什麼要跟我這麼冷淡啊? 那時候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我覺得要看心情 心情好就可以 像她這樣 心情不好就不 不是啊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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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誤我啊? 就是這些就是 噁的 這個就是善良底 看你們喜歡哪些女朋友 自己選 下一句就是 你喜歡啦 沒有主見的男生 一向都不喜歡 不是啊 但可能不代表她真的 她說這句不是沒有主見 她是不相信你 真的有這麼多這些嗎? 如果是平時沒有東西 她都說你喜歡啦 那才瘋子 那真的很瘋子 譬如你們在罵架 那麼好都發脾氣 她說你喜歡啦 其實是大家一起發脾氣 也挺瘋子 對 即是她在加劇中這個罵架的情緒 嗯 那你覺得如果普通就這樣說 你聽到什麼會覺得很生氣 一下子 我可能覺得是不回覆 不回覆就沒得聊天 冷靜 不回覆是因為 可能沒有罵架 可能她沒有看電話 但我又覺得我離開了你身邊 你喜歡看電話 那我有東西要找你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 即是你要不斷回覆 就是我找你我要找到你 喔 OK 我都幾不同 我是那些可以幾個小時都不理 咦 那我們三個都不一樣 我自己我是 我不喜歡冷戰 我的冷戰是對我的冷暴力 因為一定要拿出來說清楚 你可以遲覆我 你可以一兩個小時回覆我 但你不能半天不回覆我 你要繼續跟我去解決這個問題 對 我不介意吵架 其實男人是競爭的 競爭什麼 競爭什麼 競爭拿出問題出來 刮開他來講 我自己也是很男人 我自己也是跟你一樣的 我是好男人 我一定要刮出來說清楚楚 大家誰錯誰對 OK完 但如果男人就覺得 何必要分得這麼清楚 誰對誰錯 即是很婆媽 對 我覺得是逃避 我覺得他們是逃避 但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覺得你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永遠都會傳染 對 明天就會被蓋著再蓋著再蓋著 然後下次爆炸 我不管完了 所以我寧願他吵 小小的去分 我是冷戰三日的人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他們 我突然發現你這樣說完 我這些全部好像很多都是 吵架的情況說的 怎麼辦 所以他這次真是純素婦 這個說他覺得沒有問題 也是其中一個寫出來的一句 我覺得我沒有問題 我覺得我沒有問題 我覺得很少朋友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也是這樣的 你會說我覺得這樣沒有問題 因為我是處理座的 處理座是 知道自己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所以當別人跟你爭取的時候 你就會拿著你覺得對的 要怎樣跟別人爭取 那就變成 他不會爭取得贏你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不會錯 我的好像都比較溫馳 我之前聽他講好字話 如果跟他不對 聊不到話 他就直接不會相處 我今天才跟朋友說完 我說為什麼你可以一時間跟這麼多人 聊到 然後我說我 多於兩個 我也覺得很頭痛 我就會易選一 他可以幾個呢 他可以八個 你是不是貼拼了我 是男生嗎 是女生 女生不可以好色 可以的 可以的 不好意思 那這個就是不生氣的時候說的 我今天有沒有什麼不同了 他就說你怎麼都這麼漂亮 這樣不好 一些些人 我覺得我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從來都不敢問 對我也不會這樣問 所以這個我也不會回答 為什麼這個是列入了 因為我問他 他竟然給他答 你不是看得太多微辣的影片 我今天不是有什麼不同 我看到這個 我最久都不會問人 我都說這個 我都不會 我覺得太難了 這個問題 問人家就算是傷心 答不到你有傷心 答到你有 我覺得找到男生 很多元 他很留意我 三哥 如果你問我 和你媽媽跌落水急 那些 不要玩 我覺得如果有 問得出什麼問題的女朋友 你可以直接廢 我死了 那些女生立即嫌我 那些女生立即嫌我 不是啊 如果他不 他教你 不教你媽媽 你就想 如果將來我嫁了她 我變了老婆 他會不會捨棄我 我覺得 你怎樣對家人 就會將來怎樣對你 所以你不會接受 如果他教你媽媽 那你就要我去死了 那我還嫁不嫁給你 結果就是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所以不會問 其實是問 對是問那個問題 跟你說話都浪費氣 嘩 這個完全立即嫌我 我想說 他一下子生氣了 我說完出來他已經生氣了 你說的每一個點他都很生氣 我也很討厭 那些回應是 擺明我是要你生氣 對 要你生氣 讓你爆發的東西 看你有多精彩 通常我聽到最多是 算不說 不想再說 這樣 但不是不想跟你說 我是不想再說 這樣已經很好 但跟你說很浪費氣 就是浪費我的時間 時間 氧氣 不知道什麼 浪費我幾次 老細胞 他不是想逃避 他是想辣著你 看看你有多巴掌 他怎麼會說這麼傷人的說話 他很傷我 我知道這個是問題 你們不要安慰我 然後就有一個就是 這句我聽過我覺得都挺傷的 我都跟你說得好之為之 蛤 真的很神經病 我覺得是什麼好之為之 你不是好之為之 你不是好之為之 你明明一個男朋友 是要照顧你 還有take care你 他跟你說好之為之 那你真的 嘩 你真的是 我會覺得那個男生的度量 有點小 他好像沒什麼不大度 很幼稚 我也覺得 你拍拖不是這樣嗎 因為如果你說拍拖的話 其實我是提 我以前 剛剛拍拖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 我跟你一起 我一定要跟你中路 白頭到路 但我現在 我是享受那一刻 就是我 那一刻的你 你是跟我 你的心子有友 我的心子有你 我可能 我未必會放人走 我發現我可以放他走 我不會載他去向 因為我覺得 放手也是一種愛他 放手 我寧願自己一個 他真的可以 我做了 但是 我知道 那你呢 你會怎樣 你自己愛成功嗎 但是如果 當我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我不會特地捉住他 但我視為理想 但我不會強求 我要求的就是 你跟我一起 那一刻你要真的 深深對我 那我就 就是無憾 但是我覺得這樣 很浪費 蛤?為什麼 這對無憶對我來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用 有 如果你浪費了我三年 很浪費 但是如果 你互相相愛的話 你對方也會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 每個人的去向都不一樣 我覺得 還有意外發生 就是這麼執著於 可能是拍拖多 光和拍拖 可能是光和拍拖 有少的分別 不是啊 你也要珍惜自己 大佬 要哭 就是要保持一份理智 你給機會不是沒有哭 嗯 好 我就是很不喜歡 男生說得出做不到的 我覺得他的意思是 就是 大大聲說 如果那些東西 其實自己根本做不到 或者他是思想的達人 但是行動的小人 就是他想很豐富 但是他做不到 因為如果當我聽到很多次都沒有的話 我就不會預期 那些東西你真的會做 那就會沒有了信任 那就一齊不可以 磨面 對 一直在這裡 慢慢在這裡消耗你們的愛情 就是這樣承諾你 但是虛的承諾 所以你就會變成好沒有安全感 我請求你不要說 對 所以現在都開始會欣賞一些比較少話說的男生 反而多話說的男生 反而多話說的男生 我會 害怕 我覺得很煩 你這麼多話說 你不如做給我看算 我會喜歡做 越大一個就是 實際做很多 對 實際做很多 因為實際做以前就會 你聽 對 你聽了已經很開心 對 所以很怕那些男生 還用以前那些扣女方式 對 對 因為那些會令你覺得 你不是只有那個 很煩 然後你覺得 我不想再聽了 聽過了 對 我提問那些 就說了這麼多 然後打算看你們有沒有一些 你們覺得很討厭男生做 或者男生說的話 如果你想跟我 有進一步的關係 我和你 我 不是 然後呢 有一點我接受不了 就是 他不喜歡小朋友 不 你不喜歡不要緊 你可以 說你不喜歡 但是你不要做出一種很厭惡的 就是 你很吵 小朋友 那些基本上 你和我不會有發展的機會 因為我是很喜歡小朋友 我是要生嬰兒 我是要生嬰兒 我的婚姻一定是要有嬰兒的 你們說後面的事情 我就說一開始的事情 好 如果是一個男生 要突然之間 他喜歡我 要接近我 要跟我一起 這樣 他不可以太過火 追求得太激烈 他會變變態 嗯 我不喜歡煮到的 這個我知道 OK 你喜歡慢慢來的 即是他過來就問你拿電話號碼 那些一定不行 搓過來的 那些應該沒有人可以 那些應該沒有人可以 走過來就 美女 你好變態 不如叫編劇寫一個變態角色給你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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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說了自己喜歡什麼 大家就 自己去 不要那麼主動 知道嗎 很感謝大家看了這段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 然後我剛剛也問了姐姐和蘇龍一個問題 因為我也遇到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不關男朋友的事 但是關我的名字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叫我什麼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微辣裡面有Sophie Sophie 平時我身邊的人也會叫我Sophie 所以就很混淆 所以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覺得叫我什麼好 不是外面的人混淆 連公司的人都很混淆 我們兩個一起拍照 然後說 Sophie你的手舉高一點 然後兩個一起這樣 然後 左邊 誰的左邊 你對著左邊 還是我們站左邊 好混亂 那天拍照就說 白色衣服Sophie 紅色衣服Sophie 很難 所以就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 那大家快點幫Sophie想一下 一個 叫什麼名字 好 下面應該留言 好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